大家好,我是牛羡 Over And 欢迎来到我的多肉花园 今天外面正下着大雨 茫茫大海什么都看不到 好那今天我们要介绍我们的多肉 那上一集我有讲到我们现在目前正是多肉开花的季节 那多肉开完花会不会死呢 开完花之后会死的多肉我们叫做花后死 就是开完花之后会死 那我现在目前手边有这些多肉都是花后死 有哪些呢 我觉得我已经整理出来了 大致就是这几款多肉 刚好我都有 第一款就是我们的黑发师 黑发师很少会开花 非常的罕见 大家耳熟能详的紫磁莲花 我非常喜欢它的造型 非常的美 是我们的三地玫瑰 它现在正开花 有一点点心疼 我怕它会死掉 怎么办呢 龙蛇蓝 龙蛇蓝也是 它是巨大型 那上次我节目也有介绍过它 开完花非常的漂亮 接着就是我们的观音莲 那现在还是很小 观音莲也是开完花会死 但是因为它旁边侧芽都会长出很多baby 所以没有问题它会继续保留 那今天我们介绍这几款多肉都是花后死 那我们怎么判定我们多肉开花会死呢 重点是我们多肉开花的部位 花剑的开花有分两种 一种就是花心式的花剑 另外一种就是侧芽式的花剑 那花心式的花剑 我们现在拿三地玫瑰 三地玫瑰 三地玫瑰就是从花心的地方 看它也很明显哦 它就从花心的地方长出一朵花来 所以它就是会消耗大量的能量 来开出最灿烂的花朵 所以呢就会死掉 侧芽式的花剑 比如像我们这个 就是从花心旁边的侧芽开出 美丽的花朵 美丽的花剑 这样子的多肉呢 它也会消耗能量 但是会让我们多肉变丑 但是不至于死亡 所以呢 今天呢 我要做两个多肉的砍头 就是我们这个花心式的侧芽 这个三地玫瑰 还有另外一款呢 就是我的橄榄球玫瑰 我觉得我也势必要给它砍头 因为它花开得这么茂盛 好像都看不到我的叶片 所以呢 我觉得橄榄球玫瑰 虽然在我们的多肉变丑 并没有说它开花会不会死 但是我觉得这个情况可能不妙了 我今天也要来把它花给剪掉 来保存我的橄榄球玫瑰 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我们的砍头动作 现在我们的三地玫瑰 我们用的工具有刀子和剪刀两款 但是三地玫瑰我觉得它金干可能会很粗 我们势必要用专用的刀子来把它砍头 好那我们要首先要先消毒一下 消毒好 好 那接着我们就握住它的金干 握紧它 好那我们就开始下刀咯 好难砍哦 因为它这个金干非常非常的粗 好 非常非常粗 好那现在花已经砍下来了 那我们就把这边多余的叶片给 移除掉 好那我们三地玫瑰 现在砍头已经砍完了 那我们要放在阴凉处 不要直接曝晒哦 好橄榄球玫瑰就简单了 我们就直接下刀把它给剪了 这个就比较简单不像刚刚那么的困难 好我们不要让它消耗太多的能量 好那橄榄球玫瑰就剪完了 好我们现在剪完我们的多肉了 花朵都在这边 现在砍完头的多肉在这边 看起来光秃秃的挺丑的 好没有关系 我们为了要救活它 然后我希望我的三地玫瑰 可以从旁边侧芽发出来 那我们一样就把叶片也给拔除掉一些 拔掉一些 让它能够从旁边发出新的蜘蛛来 好那这样子我们就救了我们多肉的生命哦 那今天喜欢我的节目吗 那喜欢我的节目请按赞订阅并分享 那我们下次见啰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